大家好,我是大东北 今天呢,还是粉丝给借了小店 说菜家呀,非常有特色 价格还非常便宜 咱们去尝一尝 到了啊,就这家 鱼馆,马肉,小炒 好吧,店确实不大啊 今天来这家店啊 别看小店不大,它家特色挺多 有鱼肉,还有马肉 这个马肉啊,我从来没吃过 我也不敢吃 因为这马啊,有灵性,我就不吃了啊 而且啊,他家这个菜啊 价钱非常便宜啊 大家看一下这菜真便宜啊 12,12,12,16 锅包肉干28 真便宜啊,点锅包肉吧 锅包肉啊,在我们哈尔滨 一般都卖38元以上 像他家这卖28元呢,非常少 而且啊,你看他家这个小店不大 他家这个厨师啊 还参加过电视的各种比赛 以前呢,是一个大酒店的厨师长 看看我们东北食物水啊 大勺直接给端上来了,看看吧 大勺子上来了 来吧,我介绍一下这个菜的名啊 他家饭店说叫一勺贵 这叫一勺贵 小筋,宽粉,炖蘑菇 这个叫 这个一大勺是39元 价钱非常实贵啊 上面啊,还贴了一层小花卷 这个形式啊,好像类似于铁锅炖 但是啊,铁锅炖是始终烧着火 它是没有 直接上来的 这个啊,这是我们哈尔滨的名菜 叫锅包肉 他家这个价钱呢,还是非常低的啊 非常低的,是28元 这个叫瓦罐炖鱼 这个是他家的特色菜 东北的土豆粉 再尝尝看一下鸡肉 这是不是又炖脱骨了 这鸡肉就是死肉 这块肉就是死肉 这个吃的就要发财 这个鸡啊 这个鸡啊 因为啊,价格咱的板 就别想吃到那小笨鸡啊 这绝对不是小笨鸡 口感呢 这跟我前两天吃那个铁锅炖 小笨鸡 那个 是稍微差一点 但是啊,也可以了 味道还可以 这里边鸡肉还挺多的呢 这39元呢,真便宜 看 这粉条给正多耶 总的来说吧 还可以啊 总的来说 炒骨包肉 炒骨包肉 它家这个是 甜度够了 但是酸度不够 不酸 口感还可以 外酥里嫩 口感还可以 外酥里嫩 今天吃这些菜啊 我觉得要是打分的话 它家这菜 味道和味道吧 刚刚即不 但是价格 我给打满分 真实惠啊 要是几个好友啊 在一起喝点小酒 这个价钱 太实惠了啊 吃完了 它家这一勺会啊 价格还是非常便宜的啊 它这个菜热的吃可以 要是凉的吃啊 一股那个铁球味 所以啊 我不太建议点这个菜 它家别的小菜啊 非常便宜 要几个朋友上下喝点小酒 还是非常划算的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 拜拜 可冷了 好